皇后为了抢白雪公主的心上人 不惜用鸟食美容 蜜蜂蜂唇 用水泥做全身死判 包子今天带来电影 《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 从前有一个富饶的国家 皇后生下了一个全身雪白的孩子 取名为白雪公主 但不久之后皇后就去世了 国王为了更好地 让白雪公主享受母爱 娶了一个新皇后 但没过多久 黑魔法入侵国家 国王为了人民的安全 独自太入森林 却不幸被野兽杀死 从此之后 皇后成为了国家的掌权者 白雪公主则被常年关押在房间里 直到她18岁生日这天 善良的仆人告诉她 此时的人民都活在水深火热中 早就不像以往那样幸福 而这一切都来源于皇后的挥霍无度 白雪公主应该夺回权利挽救人们 为了验证仆人所说 白雪公主偷偷从皇宫里溜了出来 在经过森林的时候 遇到了两个被脱光衣服倒挂着的人 原来这是隔壁王国的王子和他的侍从 在森林里 他们遇到了小矮人的埋伏 不仅前辈抢光还被羞辱了一顿 白雪公主看到他们的囧样忍不住小猪生来 最终还是帮他们解开了绳子 公主和王子就此一见钟情 但因为路途方向不一样 两人依依不舍的道别了 王子要前往皇宫拜访皇后 白雪公主则去往了城里 在那里他看到大片的饿得不行的人民 皇后颁布的严苛水收早已让人们喘不过气来 此时大臣又来张贴加收赋税的告示 说什么野兽进犯需要前部署防御措施 其实是因为皇后对前来拜访的王子一见钟情 决定举办一个史无前例的舞会 除此之外 皇后还进行了一场全身大护理 珍贵的鸟屎面膜 小鱼仔去死皮 蜜蜂封唇 还用特制的水泥覆盖全身 让肌肤紧致雪白 可到了宴会开始时 皇后并没有如愿和王子跳舞 在阴差阳错中 白雪公主接足先登 原来白雪公主和她皇宫后 得知灵国王子到来 便想联合王子将皇后推下王位 谁知眼前的王子 就是森林里的那个狼狈少年 同时肢体接触的过程中 公主和王子暗生倾诉 但这一切都被皇后看在眼里 舞会还没结束 公主就被皇后抓了起来 面对这个年轻貌美的情敌 皇后随即派大臣将公主 带到森林里灭口 但大臣看着这个美人 根本下不了手 于是放走了她 白雪公主一人在森林中 四处寻找出路 却意外撞到了树枝 接着便晕倒了 再次醒来时 她发现自己在七个小矮人的家里 小矮人们好心地安顿了白雪公主 另一边 大臣在骗过了皇后之后 按照指示 将公主死亡的消息公布全国 同时还不望向人民收税 但她在回皇宫的路上 遇到了前来打劫的小矮人们 三下午初二 大臣全身上下就被洗劫一空 等到小矮人们回到家时 白雪公主早已做好了丰盛的饭菜 但在得知 小矮人们是抢走了人民交的税之后 白雪公主立马拿着钱回到了城里 还将小矮人们塑造成声张正义 从大臣手里抢回税兽的英雄 小矮人也第一次受到了人民的钦佩 虽然白雪公主不愿意小矮人们再以偷盗为生 但她们也就只有这个本领 于是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们约定 从今以后劫富济贫 接着小矮人们开始将她偷盗技巧 以及必备的防身术 与此同时 被洗劫一空的大臣终于回到了皇宫 此时 王子也刚刚得知白雪公主的死讯 还来不及悲伤 在得知大臣是被小矮人欺负之后 他想起了自己耻辱的经历 马上带着皇宫的护卫队前往森林 可还没找到小矮人 她就先遇到了公主 看到公主死而复生自然是高兴 但王子发现她和小矮人是一伙的 忍不住两出剑来 公主发现王子带着皇后的护卫队 也误以为她和皇后是一伙的 还来不及说清楚 两个人就开始大打出手 然而 白雪公主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 几个小技巧就将王子制服 于是王子再一次被扒光了衣服 同时还向皇后带去白雪公主 还活着的消息 这让她愤怒极了 马上利用魔镜使用了黑魔法 将大臣变成了一只苍蝇 又拿出了爱之迷药哄骗王子喝下 就这样 王子成为了皇后的舔狗 可想而知 面对这么一个身强力壮 长相帅气的王子 皇后不会放弃一切 占有他的机会 于是皇后决定马上和王子结婚 白雪公主听到他们即将举办婚礼的消息时 心中瞬间空了一块 但她不是一个软弱的公主 她对自己有信心 也有勇气反抗皇后的暴政 于是白雪公主带着七个小矮人 闯入了结婚宴会 在皇后出场前 联合小矮人们成功地掳走了王子 看着王子对皇后这么痴迷的样子 小矮人们觉得王子中了魔咒 于是实际了浑身解数 但最后发现还是没有公主一个吻毫式 在献出了初吻之后 王子的魔咒解除了 此时气急败坏的皇后 无法再忍受白雪公主 她亲自上阵 还派出恶龙消灭公主 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 公主早已坚强了许多 为了心爱的王子 为了善良的小矮人们 为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她拿起匕首刺向了恶龙 瞬时间一道亮光闪过 去世的国王 原来一直被禁锢在恶龙的体内 十年之后 父女俩终于又见面了 在这种大团圆之际 王子向国王提出了迎娶公主的想法 于是 他们举办了一场属于王子和公主的盛大婚礼 就在公主收礼物的环节 一个全身包裹严实的老奶奶出现在宴会上 她拿出了一个苹果 希望白雪公主能够品尝 白雪公主看了一眼老奶奶 这不就是曾经耀武扬威的皇后吗 黑魔法消失后 她的容貌也变得不堪入目 白雪公主自然没有上当 反倒是切了一块苹果 递到了她的嘴边 曾经皇后以为拥有黑魔法 就能为所欲为 但这毕竟是白雪公主的故事 皇后始终是配角 无论如何都赢不了这一场博弈 不过这个版本的皇后 说话幽默风趣 为人搞怪 还真是讨厌不起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包子讲的故事 记得点赞转发哦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